李小璐曾在一次演讲中说,自己母亲是一个很成功的女人,但是她不希望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。 可最后,李小璐还是成为了她的母亲,那个她最不想成为的人。 李小璐很多人生重要节点和她母亲张伟欣不无关系。 李小璐的演艺事业是因为母亲而起的,而她和贾乃亮复杂的感情纠葛的源头,背后都有母亲的插手。 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小璐母女的故事。 张伟欣是中俄混血,1956年出生,从小喜欢跳舞,14岁考入北京铁道部文工团,23岁考入中央歌舞团。 进中央歌舞团后人脉不断扩展,不久后张伟欣就得到了在电影《满江春》中出演女二的角色。 因为这部电影,张伟欣在全国被不少观众所熟知。 这时,她就认识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李丹宁,也就是李小璐的父亲。 两人认识不久就结婚了,并在1982年生下了李小璐。 张伟欣在生下李小璐后相继出演了《飞来的仙鹤》《为什么生我》《香音》《梁家妇女》《我只留三次眼泪》等应诗句,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。 1986年,张伟欣凭借《梁家妇女》获得《卡罗维发力》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。 因为母亲的关系,李小璐年仅三岁就有机会参演电影《孔子青少年时代》。 90年代初期,张伟欣这个充满野心的女人决定随着出国潮出国。 李小璐成了留守儿童,所以她非常没有安全感。 她曾在演讲中说,虽然有一个很成功的妈妈,但却有一个孤单的童年。 她小时候,每个周末几乎都在等待在美国的妈妈的月扬电话。 那时,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。 对于父母的婚姻,李小璐用奇妙来形容。 她说,虽然爸妈没有离婚,但都是各自忙各自的,他们甚至不生活在一起,关系不像寻常家庭。 再说张伟欣出国后的创业之路,她本人三肩即扣,但坊间流传着不少的版本。 说她一开始和别人合伙开中餐厅陪了,后来又进入服装业,摇身一变变成了商业女王。 但流传着另一版本,张伟欣创业的背后和富商扯上了关系。 在灵性富商的帮助和支持下,张伟欣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公司,并且越做越大。 这个谣言传得太广了,张伟欣不得不出来辟谣,称自己做生意赚到的第一桶金是因为弄到了棉纺织品的配额。 等到李小璐上初中时,张伟欣把她接到了美国。 那时,张伟欣已经功成名就,是跨国公司董事长,身家故意的女霸总。 由于多年没有在身边陪伴女儿,出于对女儿的愧疚,张伟欣非常纵容溺爱李小璐,凭借自己的财力为女儿绑架护航。 李小璐14岁那年,张伟欣因为认识陈冲,挤走竞争对手范冰冰、周迅、张子怡,让自己的女儿去演天狱。 14岁的李小璐很抗拒这样的影片,她曾经一再强调,影片中的许多大胆镜头用了提升。 不过,后来这部作品获奖无数,让李小璐16岁就当上了金马影后,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。 这些荣誉和赞美让李小璐感觉得到补偿,心里的怨气也就消了。 拍完天狱后,张伟欣希望李小璐回归校园,至少完成大学学业。 李小璐却决定回国拍戏,张伟欣追随女儿回国,当起了女儿的经纪人。 同时,张伟欣也开始在国内投资生意,频繁亮相各大会场。 张伟欣认识了很多大咖级别人物,这不但给自己拉来资源,也为李小璐的事业带来便利。 2002年,张伟欣成为中性文化电影公司的业务部经理,次年还担任了清华同方媒体部经理。 那时,李小璐演戏并不尴尬,演技在线,尤其有金马影后这个身份的加持,心土一片大好。 然而,李小璐事业上的冲劲不大,像她这样的女生,她是先天就生在罗马的人,不用拼尽全力就能得到一切。 她啥都不缺,对名利也没有太大的饥渴,只想轻松地生活。 李小璐开始走上整容之路,渐渐地,观众发现李小璐不管是样貌还是穿衣风格,肉眼可见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这种变化多少也反映了她内心的变换。 如果说,李小璐对什么有饥渴,那就是关注了。 从小物质生活优越,但是父母的陪伴不足,她迫切地想爱,很享受关注。 她和李晨,韩庚,普巴甲等帅哥谈了几场轰轰烈烈的热爱。 这期间,她伤害过别人,也受过伤害。 2008年,李小璐在董璇的火锅局中认识了贾乃亮。 贾乃亮出见李小璐,当时就看呆了。 李小璐看到她看呆了,她向贾乃亮借着手机,贾乃亮因太紧张,差点把手机掉进火锅里。 李小璐有点得意,知道这个男人已是她的囊中之物。 她甚至有点洋洋得意地说过,自己用眼睛就能拿住贾乃亮。 李小璐虽然看不上贾乃亮,因为贾乃亮太温柔,太感情用事,动不动就哭,她感觉贾乃亮不够霸气,不够闷。 但她也不拒绝,没有断了贾乃亮的念想,她甚至有点享受有这样一个备胎追求者。 那时贾乃亮是没法跟李小璐拼条件的,李小璐比她名气大,年纪大,逐一大,于是她只能拼命地对李小璐好,第三下四地乞讨爱情。 两人的关系就这样拉锯站了一年多,没有什么进展,又是母亲张伟欣对这段关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 父母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后,看到贾乃亮对李小璐的死心塌地,极力粗合良人。 张伟欣认为嫁老公要嫁一个对自己死心塌地的,张伟欣要求贾乃亮像自己一样无条件地爱她的女儿,贾乃亮做到了。 在贾乃亮一年多奋不顾身地追求,三次当众求婚之后,30岁的李小璐终于下架自己并不那么爱的贾乃亮。 贾乃亮和李小璐的结合看不到两情相悦,更多的是贾乃亮的卑微和李小璐的下架。 李小璐是被贾乃亮感动的,也是被父母怂恿下架的。 2012年,李小璐容生了成为天心妈妈,当时她流量与名气都排在贾乃亮前面,可结婚后她就没了事业心,再也拿不出能看到的作品。 甚至有人说她不思进取,人生高开低走。 李小璐却说,自己只想在家里照顾女儿,因为她不想天心的童年和自己一样孤单。 她说,天心正处于一个需要陪伴的年龄,我宁可当天心想起我的时候,只是想起一个老是黏着她,抢她东西吃,智商开忧的妈妈,也不愿意她从小就要被迫理解思念的意义。 像副教子这本来也很好,张伟欣看到李小璐的稳定,长叹一口气,想着终于不用为她操心了。 原本以为李小璐有了孩子后会收心,可没想到她会栽在夜宋门上。 李小璐结婚后对自己的事业有了一个全新的规划,不再拍戏,而是搞起了什么嘻哈风,也是从这时开始,她爱玩了起来。 追韩星,跳鬼步舞,学嘻哈,什么流行她就玩什么,她变成了网红和泰迪姐妹团。 好好的事业牌,不是因为在家里照顾女儿耽误的,而是被她玩坏的。 总结李小璐出轨前的人生,一共有四次巅峰。 1998年,天狱,勇夺,金马云后,2000年,都是天使惹的祸。 2007年,奋斗,2014年,女儿甜心参加,爸爸回来了。 李小璐其实就想这样悠哉悠哉地去生活,去享受名气,去享受各种资源。 她本完全可以在她想要的悠闲生活里,度过这样爽快的一生。 但这个年轻的少福太闲,也太有钱,很快就弄出了一出做头发的戏码。 老公在家仍按耐不住去对方家里过夜。 PG1或许能给追求刺激浪漫的李小璐带来一定的新鲜感, 但却不能给她带来公主般的安全感。 所以,李小璐肯定不会想着真离开宠爱她的丈夫,跟PG1在一起。 可能最好的就是两边都占着好处,结果却是什么都没得到。 她输了事业,也输了爱情。 命运就像一张大网,没有人能够逃脱。 李小璐与贾乃亮的结合就是一个错误。 如果不是意外怀孕,李小璐不会那么积极结婚。 如果不是父母催婚逼婚,觉得贾乃亮好,李小璐也不会去结婚。 有些女孩子不适合婚姻,她们就活在自己的小公主世界中,追求潮流,追求漂亮,追求关注,追求异性殷切的目光。 而贾乃亮被绿了,依旧选择力挺给小璐。 她微博发文称是自己做得不够好,我想努力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。 可我用尽所有的能量,最终却完成不了对家庭的陪伴和拼命工作之间的平衡,并恳请网友放过她的家人。 这个时候贾乃亮仍能主动站出来保护家人,并反省自己在婚姻中的不足,确实体现出她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。 张伟心作为母亲,也因为李小璐是自己一手安排出来的,这时她也出来为女儿发声了。 表示,感情出现问题绝对不是一方的过错,两人都有责任。 贾乃亮身为丈夫确实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,只是家庭的事只有两个当事人知道罢了。 因为贾乃亮曾经在一档节目中说过,如果对方做错事,主动认错的话,会给对方五次机会。 张伟心现在问贾乃亮,你为什么没有原谅李小璐? 网友嘲笑母亲,阿姨你真是教育的好呀,难怪李小璐有恃无恐。 明明贾乃亮是受害者,可张伟心打着母爱的旗号,正要护短,不分对错地替女儿说话。 而与此同时,关于张伟心在二十年前抢了杨二车纳母的男友的事情也被爆出来。 杨二车纳母甚至喊话,有情女必有其母。 因为张伟心当年也出轨过,但她丈夫选择了原谅。 李小璐也播了后尘,张伟心也希望贾乃亮死心塌地的原谅,网友惊叹难怪。 李小璐的前半生太顺遂了,她家境优越,是众星捧月的新二代,十六岁斩获金马奖影后,出道及巅峰。 生活中,帅气多金又专一的老公把她宠上天,百般呵护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 云云骤生苦求一辈子的名利,财富甚至爱情她都唾手可得。 被偏爱得久了,就容易把所有的幸运都当成理所当然。 其实,幸福这个东西,一不珍惜就会溜走。 老公对自己的爱,却当成了毫不领情的存在,把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 贾乃亮离开了压抑的婚姻后,事业一飞冲天,拍戏直播带货两不悟。 而李小璐的视野跌落尘土,她不能再当演员,退圈后当起网红直播带货,待遇和收入远超二线明星。 也算是比较好的结局,如今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培养女儿甜心。 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,百因必有果,希望李小璐能正确引导下一代,不再重复她和母亲的悲剧。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,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